那么长期以来呢 美西方反华势力 给予大量涉疆虚假信息和谎言 毫无道理 毫无依据 毫无底线 明目张胆地渲染炒作 所谓的新疆问题 鼓吹新疆人权危机论 民族镇压论 资源剥夺论 文化童话论 强迫劳动论 宗教迫害论 代极隔离论 和种族灭继论等论调 对新疆发起人权攻势 大肆妖魔化污名化新疆的形象 美西方反华势力 这么卖力地污蔑新疆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他们真的关心新疆的人权状况吗 关心新疆的事实真相吗 根本就不是这样 他们的目的就是以所谓的新疆问题为工具 以所谓的保护人权为幌子 以所谓的教师爷身份自居 大做政治文章 大行霸权主义 大搞干涉行径 图谋破坏新疆稳定发展的大好局面 损害新疆各族人民的基本人权 使新疆回到暴火活动 多发贫发 社会动荡不安 人民生活提心吊胆的泥潭 进而插手新疆事物 干涉中国内政 遏制中国发展 这样的险恶用心 令人唾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